好 再来看到这位好心的司机 在台中是一名90岁老阿嬷 搭乘客运的时候呢 他忘记下车坐过站了 司机赶紧帮忙联络对象的司机 来帮忙接驳 甚至哦 他还下车护送老阿嬷过街 不少乘客看到只说赞 而这司机说 是因为怕电机太龙了 阿嬷等车等太久 所以主动帮忙 老人家缓缓下车 司机热情的招呼 还伸出守护者 就怕老人家不小心跌倒了 更让人感动的还有这张照片 头发斑白的老婆婆 一手拄着雨伞 走得慢 司机帮忙牵着 原来他忘了下车 坐过了站 要到对街搭车 公车司机停下手边工作 先护送再说 很不错 很热心 送老婆婆过马路 热心司机就是他 有多年跑车经验的秋连发 当天老婆婆又到大勇国小 过了十六站才发现 他一眼看见对街走反方向的同事 赶紧联络 请他帮忙 无论之后 不管他有没有举手 你一定要把他载走 这个会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老年人 事实上两名公车司机 本来就热心驻人 不只帮老人家提东西下车 遇到乘客有难题 一定设法帮到底 这段时间很长 最少要半个钟头以上 我要怕他能 看到车子来了着急 就马上从路上穿越 跟乘客交代一下 就直接下去 帮他挡车 然后扶他过来这样 公车司机联手出击 替老婆婆换车 还陪他过马路 被乘客拍下这张照片 只说公车司机 很感谢 这是连家心理自协 台中报道